这里 朝鲜战争纪念碑 越南战争的纪念碑 我就在思考 在美国建国200多年的历史上 战争与和平 一直是这个国家 在面对和处理的一个问题 在这240年多年中 其中只有20多年 美国没有卷战争 这是前总统卡特 他的计算 乌克兰就没有出兵 乌克兰没有出兵 但是他还是出武器 那么乌克兰的危机 之所以发展到今天 美国当然也是直接的当事方 是吧 那么美国是世界上 头号的强国 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 那么美国在处理 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 他的态度 他的立场 他的行动 会对世界的和平 与人类的未来 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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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 和平的道理 各国家之一 都会遇到国家之一 和平的国家之一 那么美国 也要到达国家之一 和平的国家之一 使用大而深远的国家之一 都会让他死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